各位小财神 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 我是宝可梦 今天要来做的是开箱 这个介绍 非常的有趣 你有没有看到这画面是台湾爸 非常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个吉祥物 虽然我不太知道他们是谁 但是我觉得可爱就是正义 一定要来办一下 非常有趣 所以其实这是我在礼拜五的时候 就是去赵峰银行拿的这个所谓的信用卡 就已经入手了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做一个开箱的影片介绍 如果你申请了这张卡片 那么你到时候拿到的就是等一下你会看到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有所期待的话 就请不要转台 等一下就要开始来做开箱 好不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今天这支影片的重点 第一个是开箱信用卡给你看 第二的话是他们的权益 我们也来聊一聊 如果你之前还不太知道他有什么权益的 我们带着你一一解析 那第三的话就是本团居然有特案 所以会不会有点期待啊 那其实有在看宝可梦文章的人就知道 其实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用影片的方式来介绍给我们 在YouTube的朋友 让大家一起来 就是有机会来共襄胜举 好吗 来这个第一 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开箱信用卡给你看 好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马上就来开箱 这个开箱也是大家最期待的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说到底卡片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所以这种开箱都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 那因为他有一些个资的部分 所以我就是给我一点点使劲 我要来把这个个资给稍微遮一下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让大家看 所以请稍安勿躁一下下 好 那这一次的话我觉得 赵峰的长官也非常的好 就是有针对本团有给一些额外的加码 所以等一下呢我也会跟大家介绍说 到底就是有哪些有趣的东西 好不好 我看一下哦 这个目前应该是看起来还好了 好来 展示给大家看 这吧 有没有 我个资遮掉之后其实就是很简单 包括现在的这个赵峰的额度大概是40万 他们上次因为众所说要缴税的关系 所以他们有给我就是往上调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所以目前也是我数一数二高的这个银行的这个信用卡 那我看一下 卡片在这里 它是一个平面卡 那我现在就是把它撕下来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开卡的正面 所以它下面这边有教你就是 怎么做这个所谓的开通的动作 然后权益要去哪里看这边都有 那背面的部分的话呢 它有这个电子票证的这个加值的相关说明 那这一张卡片它是悠悠卡的 所以你就扫悠悠卡的那个栏位就可以看到答案了 那我现在把这个 这个胶条给撕掉 给你们看一下 太好了 太好了 它这个卡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资料是在卡背 所以卡面的部分是正面的部分是还好 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哇好可爱哦 有没有 那它这次其实有两个卡面 一个卡面是这个1秒happy卡 这是金融信用卡 这是信用卡的部分 那还有另外一张呢 是绿色画面的金融信用卡 这个金融信用卡的部分就是说 你必须要真的有去 赵峰的户头才能够联动 所以这部分就是比较麻烦一点点 那背面的部分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平面 然后我这个遮住的地方就是 这个卡片的这个基本的信用卡资料 所以你拿到这张卡片的话呢 它基本上会是一个平面卡 但是呢 它的公仔跟玩具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 还蛮可爱的 所以我相信有某种程度 应该是会烧到大家 就是想要申请 所以基本上的话 如果你申请这张卡片的话呢 你会拿到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一个开卡 然后里面的话呢 会有一张你的信用卡 然后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么简单 赵峰银行真的是 非常的简单的朴实无法 开箱几分钟就做完了 好来 那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卡片权益的部分 因为有些人是因为卡面 可爱而办 有些人会去斟酌 他的这个权益又会够好才会办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来就是 来看一下说 这个到底有什么权益 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呢 是赵峰银行的官方网站 它这边有提示几个重点 比如说它上面写到的这个 旅游购往最高15% 这15%其实我觉得有点点灌水 赵峰不要打我 就是2.5加2.5加10% 这个10%的话是这个MasterCard给你的 所以MasterCard的回馈如果你用不到 你就是只有5%而已 所以旅游5%听起来也还好 因为像台新的Flygo 它也是有旅游优惠到6% 但是也都是各种限制 所以我觉得各家银行都不遑多让 这间银行它也是蛮多限制的 提供大家的参考 好来这边有一个 Happy去旅游好开心 最高15% 它说国内外所有网购商店 2.5% 然后上限是250 所以你自己除一下就知道大概是多少 那申办电子让单的话就再给你2.5 每期上限也是200 你看所以这两个数字的这个天花板又不一样 所以你要这样去算的话真的是 就是算到后来你头的花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指定订访平台最高10% 所以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你也不能出国 所以你可能就是在国内旅游的时候订访 然后用这张卡片可以拿到最高15% 但相关的活动细节 你还是要再点开这个注意事项来看 那这个注意事项当然就是非常的乐乐等 你就自己看就好了 我通常我都是有需要用到这张卡片的时候 我会再去官网看一次 所以我现在在讲也没有用 因为讲到后来我自己会忘记 那你可能也不会回来看这支片子 所以我觉得重点的观念你要抓住 就是信用卡的权益你盖来一遍之后 你发现它有的优点是你喜欢的 你就拿来用 那其他的相关附加权益 你如果想要再查询更多 就再回去官网查就好了 我觉得这样子你比较节省你脑内的空间跟记忆体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记这些无微博 那叠加起来更happy 这个是右边这个 最高也是15% 旅游消费hotels打看多少多少 这都是看不起来的 我觉得重点是第三个 这边讲到的就是 打捷运优优卡自动加值有5%回馈 如果你办不下星光银行的星光三月联名卡 也许这张卡片你可以办下来使用 也是不错 就是从7月1号起到12月31号的这半年期间 你可以拿这张卡片出来用 直接就是自动加值5%回馈 那每一期上线给50就是两次自动加值总共1000元 那拿50 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当你抢不到JCB10%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的 就是未雨重谋啦 好 那这张卡片一样也有这个所谓的分期的功能 这边有写到就是自动分三期 好 所以零利率零手续费 小心他这个温水组青蛙啦 好 之前我在我的这个新书里面 然后还有我自己网络上发表的文章都有写过 就是分期付款有它的危险性 你还是要自己去特别去注意 那当然有一些分期付款的信用卡 你是可以拿来做投资的 这个也是不再赘述啦 因为我之前的影片都有分享过很多次 有兴趣大家也可以回去爬一下影片就知道了 好 那看电影的部分的话 因为这个EZ定平台 我觉得它有蛮多问题的 就是很容易就是各自外线 然后就会被骗啊 然后人家就会诈骗电话就来了 所以这个我是不太建议去使用啦 好 提供大家参考 做公益 非一般网购新增上限0.4%的新增消费回馈 然后非网购的话 因为提拨0.1%给台湾黑熊保育协会 所以因为它是这个疫苗黑皮卡嘛 所以它其实还是有做一点公益的部分 所以你们自己如果是觉得说你想要支持台湾黑熊 除了捐钱以外你拿这张卡片刷卡 他们也是可以拿到一些权益回馈入账也不错 提供大家参考 那再来的话呢 Uber Eats 如果你是首次申办 而且透过线上申办与活动期间合卡 与合卡后30天内瑞刷一笔消费就会给你两组50元折扣代码 所以你现在如果想要用Uber Eats省钱的话 其实现在赶快办卡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再来的话 这边有送你如果你是新户 赵凤的新户定义非常的奇葩 也请你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这一生里面你只有一次赵凤的新户资格机会 如果你办了之后再检卡 你还是救护 因为它的身份证字号下面就已经有 就是有注尽你的资料了 所以当你是新户的时候 你可以来拿这个好礼 这个好礼就是所谓的 申办一秒Happy卡 30天内新增消费3000送旅行箱 台湾罢授权的20寸旅行箱 这个很可爱 或者是请到好礼四选 你这部分就看你自己 那这边有个新户好礼 手刷好礼的详情跟登录 你也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它这边的话呢 有这边有写到 你可以选择旅行箱 或者是这个什么 Nautica 这个第二个旅行箱 或者是宠物保险组合 或是刷卡金500 如果是我的话呢 除了特殊证品以外 我个人是会选500元刷卡金的 这比较符合我的需求 我想要买什么 我就自己去买这样子 那BKP的买额离 是指针对旧户的部分 就是你本身已经有 兆丰信用卡的朋友 你来加办这张卡片 你只要刷25,000 它一样是送你一个 这个台湾罢的旅行箱 这是新户旧户都有好康的部分 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样子 那你也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因为前三年是免年费的哦 第四年的话才会被收年费 但是减免年费标准也很简单 就是电子账单就好了 所以这个卡片你其实办下来 放在那边你不用它也没啥 那悠悠卡的电子票证的部分 就是刚刚讲到的 就是自动价值10%的回馈 所以这张卡片的优惠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自己是觉得 唯一的亮点 我很喜欢的亮点 就是悠悠卡的自动价值5%回馈 你甚至买下来 直接拿去用在加勒服处值 也很好啊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基本上就是说 你平常在加勒服刷卡消费 可能信用卡的回馈 都没有来到5%那么高了 但是你用这个COMBOG 你可以把你储置进去的 加勒服储置金 都至少让你在接下来的消费 都是有这所谓的95折的折扣 我觉得就很不错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就是提供大家参考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卡板吧 居然有特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来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这个我也是就是文章都写好了 也是请大家就是记得要来看一下 那像这边的话就有两张图 这个左手边这个的话是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email 这个happy 这个应该是信用卡 然后又有信用卡 那右边的这个话是绿色 我其实反而比较喜欢这个卡面 因为真的很可爱 在那个森林里面 然后有一只石虎跟一只黑熊 这样子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就是 你必须要有照封的户头 不管你是实体的户头 还是线上的户头 线上户头的话就是 你在网络上面直接进行 这个申办就有了 好 然后你到现场去做更换 好 这是OK 这不用手续费的部分 好 提供大家参考 那本团的部分 那我的文章这边 其实写到的就是说 它的卡片的基本权益 我就是再跟大家重点整理一次 好 那在这边的话呢 1秒happy的亮点 其实我之前在 拍摄星光三月联名卡的 介绍自动加值10%的时候 我有做一个比较表格 然后这个比较表格里面 其实就有把这张卡片列进去 也提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想要知道 有没有哪些其他自动加值 有高回馈的卡片 记得来看这支影片 好 那在我的相关的 下面的复言栏里面都有 这个资讯栏的部分 都有相关的介绍 那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非常开心 就是我们赵峰的信用卡处处长 他有给本团三个旅行箱 那这三个旅行箱 就是我们无偿 直接就是拿来赠送给 我们的本团的朋友 那因为他这一次下半年 没有MGEM活动 所以我们就把它设计成 说你只要来跟团上车 那么你就有机会可以参加抽奖 但是我们的这个做法的话 还是必须要 因为不能够永远都是 只是吃银行豆腐 所以我们还是要平均一下 所以我们一样是办了一个 这所谓的MGM 那这MGM的话 就要符合这个我们的 MGM大团的规则 也就是说 你卡片下来之后 你还是要刷一笔99元 999元 然后来回报 我们就会计算你的这个抽奖资格 因为如果你卡片办下来 但是你一毛都没刷 其实对银行来说 他们也是成本支出 这样也不划算 所以我觉得 站在一个互利共享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不要太吃银行的豆腐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就是 真的有想要拿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也不妨来刷一笔999元 然后来参加活动 或者是累计消费好几笔 然后最后总额到999 然后你就是把这个签单 整理成一页的图表 然后上传来我们的系统 一样是符合抽奖资格的 好不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都已经把这个文章 跟相关的细则整理好了 喜欢的话呢 就欢迎你来上车 那这个就是我前几天跑去赵峰银行 去换跟换卡片 就是我那个莲花的 那个看起来很像是 网生联名卡的 那个卡片呢 我就把它换掉 就换成这个 因为这个真的是可爱多了 提供大家参考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影片里面呢 要来回到我们的金句了 我们每一次影片的最后面呢 都会跟大家聊一个概念 然后来做一个总和的统整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说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今天的重点呢 金句来了 重点就是 希望赵峰可以加油 可以力争上游 好吗 就是其实 不管是不是赵峰 还是我们自己的人生都是一样的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加的努力 你可以发现说宝可梦其实也是一样 持续每天不间断的拍影片 每天不间断的 就是写文章 一直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因为我要持续的累积我的影响力 然后让银行让更多厂商看到我愿意把资源投在本团 那么投在本团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我可以赚钱 第二个就是我可以发挥我的影响力 自我成就 第三个话呢 多赚的钱可以再回馈给粉丝 像我们这次赵峰明就是一样 这个处长他特别给了我们三个旅行箱 我们来送大家 这部分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去跟银行要人家都愿意给你 人家还是会奠点你的精良 觉得你有影响力才愿意给你 或者是说你要替他免费做了不少的宣传 人家感念在心才有可能把这个赠品放在你这一团 所以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互相 银行跟我们互相 我们粉丝也要跟银行互相 所以大家还是你如果真的想要这个强品的话呢 办了办下来 卡片办下来还是记得要用 记得要刷 刷了之后来回报 就有机会参加抽奖 那也一样用同样的这个说法来勉励赵峰 希望他们能够从 比如说目前是第十一到十五名的中断班的这个银行 往前晋升到前十年 把这些商业银行全部干掉 成为就是全台湾最大的这个信用卡公司 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啊 所以我觉得赵峰他其实已经 这两年已经很努力很努力的在 就是改变他们的产品 包括就是推出一些更有竞争力的东西 所以我是持着乐观而 就是积极的态度在面对他们 我希望他们既然有努力想要就是 推出一些好的卡片 那我就免费帮他们做影片 免费帮他们写文章 重点就是希望整个台湾的金融社群 能够越发成长茁壮的有更有竞争力 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是好处 所以本团的话呢 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办卡 然后多跟团 那么本团的影响力越大 才有可能要到更多好看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逻辑跟概念 提供大家参考啦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来说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办一张卡 我们下面就有办卡连结 也别忘了赶快来订阅一下本团 然后我们的频道 那么最新的金融消费理财资讯 就会送到你家 也别忘了赶快来公开按赞留言分享 把这支影片把宝可梦办卡连结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本团 让本团的成效更好 那么将来就会有更多好康留在本团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